接到一台小米的手机啊 顾客描述 手机不开机 那么手机不开机 咱们首先得先看电流 那我们来扣上电源啊 扣上电源之后按下开机键 ok 马达整动了啊 那么电流也是正常的开机电流 但是屏幕不显 那么这个问题就 应该不是不开机了 就是属于一个不显示 那么我们拿到手机啊 先要对主板进行观察啊 那么先看一下这个主板还是挺亮的 没有进水 也没有摔的痕迹 那么这种我们首先啊 不显示 先对显示座进行一个排查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直接发现了问题啊 我们测到这里有一个角位的阻值是无穷大 那么它是通旁边的这个双排杆 然后通过这个双排杆另外一端是通cpu啊 只通cpu 那么这个手机正好有点位图 那咱们点位图来点开看一下啊 那么直接到了cpu 那么说明这个要么是板层断线 要么是cpu开路 那么不管什么情况啊 必须得拆下cpu啊 所以说我们先来撬下cpu 测量一下它的板层对通 处理好焊盘之后 我们测量了一下啊 坐纸到cpu的点位是对通的 那么说明板层没有问题 那么咱们直接给它做一个重值 这个故障就可以解决 ok 纸好锡 咱们直接装上cpu OK啊 装好芯片 咱们直接来做开机测试啊 扣上电池 这个时候就成功亮屏啊 故障完美解决